大家好,我是哲哲 我就是用潛顯易懂的方式 幫大家解釋保險法律問題的大寶法王 Johnny 前幾集我們有談到汽車保險的問題 想不到反應還不錯 粉絲紛紛來訓希望法王多分享一些汽車保險的案例 法王聽到粉絲們的需求 今天就來跟大家談談汽車保險裡面的竊盜險 我們先來看一個真實發生的案例 洪先生有一輛B牌的進口車 他向保險公司投保了全險 就是假式的車體險加上竊盜險 加上任意責任保險 保險期間 從107年的5月5號到108年的5月5號 108年的3月間 洪先生把他的愛車停在路邊的時候 竟然失竊了 調閱監視器 才發現 竊賊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就將他的愛車偷走 於是當天他立刻報案 並且向保險公司 申請理賠 要經過了一個月之後 洪先生的車子還是沒有找到 於是他又向保險公司通知 車子沒有找到 但是又過了三個月 保險金依然沒有下來 洪先生感到疑惑 向保險公司詢問之後 保險公司回覆洪先生 因為洪先生的 理賠文件少了兩樣東西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理賠 這兩樣文件分別是 汽車的原廠出廠證明 或者是進出口證明 以及完稅證明 洪先生聽完 當場開在那邊 因為這兩樣文件 他放在車上 早就隨著汽車廢偷 也找不回來了 那這樣洪先生 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申請理賠了呢 洪先生雖然經過了努力 跟原廠溝通 也沒有辦法取得副本 這樣子洪先生 是不是繳了保險費 汽車失竊的時候 又拿不到保險金 這樣子 豈不是虧大了 如果大家也有這樣子的疑問 讓法王慢慢分析給大家聽 切到險 全名叫做 汽車竊盜損失險 城堡 被保險汽車 如果在保險的期間裡面 遭到竊盜 搶奪 或者是強盜 導致回損滅失 保險公司都必須理賠 也就是汽車 不管是被偷 被搶 保險公司都會理賠 但是 如果是汽車個別的零件 被小偷拆走 除非你有家寶 零件 配件 切到損失險 不然保險公司是不理賠的 那麼 申請切到險 理賠的時候 應該準備什麼文件呢 通常汽車如果遭到切到 必須要Follow以下的程序 第一個 必須在5天之內 通知保險公司 這是保險法的規定 也就是說 在汽車被偷的那天開始 5天內 要向保險公司 報出險 第二個 如果在汽車被偷了之後 30天內 仍然沒有被找回來 必須要向監理機關 辦理一個 汽車牌照的註銷 而且把汽車所有的權利 都移轉給保險公司 辦妥了這兩樣程序之後 你還要具備以下的物件 向保險公司來申請理賠 這些物件很多樣 大家聽清楚 第一個 理賠申請書 第二個 警察機關所開立的汽車失卸證明 第三個 汽車的鑰匙 第四個 汽車牌照註銷申請書 第五個 汽車牌照心理申請書 第六個 經過被保險人預先蓋章的讓渡書 汽車移動證明書 以及汽車權利移轉申請書 再來 還要把被保險人的身份證件 或者是如果是公司所有的話 要把公司的營利事業登記證交給保險公司 這個時候很多人一定有疑問 哇 那申請個理賠那麼複雜 又要準備這麼多文件 如果像洪先生一樣 文件不齊全 不就沒有辦法申請理賠了嗎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的保險法有規定 只要保險事故一發生 保險公司就有理賠的責任 在竊道證裡面保險事故就是汽車失竊 因此只要被保險人通知保險公司汽車失竊的事實之後 保險公司就必須要理賠 保險公司不理賠只有兩種情形 第一個保險公司要證明車子不是被偷的 或保險公司必須證明保險事故是屬於保險契約約定的除外責任 不然保險公司都有理賠的責任 在洪先生的個案裡面 洪先生提不出汽車進出口證明 以及完稅證明 並不是洪先生故意不提出來 更不是出於洪先生的過錯 因此依據民法以及誠信原則 保險公司不能要求洪先生 一定要提供完整的文件 才給予理賠 那既然保險公司要理賠 洪先生可以獲得多少的保險金呢? 汽車竊道證的條款有約定 如果汽車失竊之後 30天內沒有辦法尋貨 保險公司就必須要依據全損理賠 也就是保險公司必須依據 訂約當時的保險金額 扣掉3%到25%的折就之後 理賠給被保險人 而這個案子裡面 如果洪先生還有投保 竊道全損免折就的話 保險公司必須要依據 保險契約約定的金額來理賠 不能扣掉折就 這樣子相信大家都聽懂了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保險市場上 各種似是而非的觀念 為大家指引名錄 點起明燈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 分享 訂閱 並且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你有問題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